今年老到惡名昭彰的詐騙大王 竟然也有被騙了一天嗎? Netflix電影 Tinder 大片圖爆紅之後 紀錄片的主角 Simon 就常常因為 IG 帳號被檢舉 或者是被不知名人冒充而感到苦惱 有一天,有位女網友就主動私訊賽門 說她的男友在Meta工作 可以幫她申請官方認證取得藍勾勾 開心的賽門跟他們電話討論之後 就爽快地付了台幣十幾萬的費用 還幫自己和女友一起做帳戶認證 還得意洋洋地把這件事情告訴自己的經紀人 然後她就被騙了 來到賽門的轉帳之後 這位女網友與傳說中的Meta男 立刻消失,連對話訊息也被刪光光 哇,你看到這則新聞,你的感覺是什麼呢? 嗯…我覺得… Interesting